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像一条无情的河 他必将卷走一波又一波的暴徒野心家 因此新教父的传奇 只能从无休止的疯狂大搏杀开始 自大1943年 西西里第二代教父 唐维奇尼统治意大利黑手党 长达十一年之久后 借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风 他将意大利黑手党组织 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可恰恰因为他太枭雄 而他身后的时代 恰恰又暗藏着新旧搏杀的疯狂 因此他的死不仅埋葬了 黑手党的辉煌过去 更撕开了黑手党的血腥将来 要知道西西里的传奇 永远不会落幕 事实总是不断证明 在血腥火拼的时代 一个枭雄的诞生 残暴级别到了一程度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 1948年 意大利西西里岛的科里昂小镇上 腥风血雨 遮盖了这一天 本就不太明媚的阳光 黑手党成员持枪护殴 枪林弹雨之下 74条人命 静丧黄泉 等警察赶到时 现场只剩下一个12岁的男孩 浑身颤抖地躲在废墟之中 警察当即决定 把男孩送到医院 由医生调理病情 康复后 让男孩出庭指认 黑手党参与人员 只是这一送 却把唯一幸存的证人 送进了虎口狼窝 这家医院 是黑手党的管辖区域 而替男孩治疗的医生 更是当地黑手党的头目之一 医生给惊魂魏定的男孩 注射了针定剂 等男孩沉沉睡去后 他对手下阴森地说道 把他扔到焚尸炉里去 这是真实事件 下令将男孩 扔进焚尸炉的黑手党头目 名叫纳瓦拉 十年后 他死在了自己 亲手带出的小弟手中 身中76弹 死状极其惨烈 而真正的黑手党形势 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残忍 他们诈凭整条高速公路 用硫酸溶解12岁男孩 逼警察舔自己的鞋底 杀人却让警察收尸 卢恰诺丽娇 曾是黑手党内 想当当的头目之一 但最初 他并不是做黑手党的料 丽娇天生患有综合性脊柱炎 走路一瘸一拐 从小便是村里 小孩嘲笑 欺负的对象 到了小学四年级时 丽娇受够了这种 任人欺凌的生活 于是他果断辍学 日日夜夜 只钻营一件事情 枪法 丽娇自知 在先天武力直上 无法与正常人相比 所以只能依靠大脑 练出非凡之计 老天从来不辜负勤奋之人 丽娇花费八年的时间 日夜苦练 成了远近闻名的神枪手 而他也因此 得到当时黑手党头目 纳瓦拉的赏识 将他拉进组织 做自己的小弟 丽娇第一次开枪杀人 是在19岁的年纪 他和当地的几个狐朋狗友 成立了偷牛帮 专门偷农场主的牛和小麦 在一次偷窃中 他被警察抓住 警察拎着丽娇的耳朵 一路骂骂咧咧 时不时还用脚踹他的屁股 丽娇怀恨在心 暗暗诅咒道 等我出狱 我要你跪着舔我的鞋底 六个月以后 丽娇刑满出狱 当天晚上 他便冲到警察家中 用枪抵着 踢自己屁股的警察 威逼他跪下来舔自己的鞋底 即使警察委屈求全 一切照做 丽娇也没有放过他 连开几枪 取了警察的性命 杀了警察以后 丽娇还是要搞自己的事业的 既然偷小麦不行 丽娇决定直接动手抢 他喊来了当地 最大的几个农场主 用枪抵着他们的脑袋 开门见山地问 你们是要命 还是要小麦 农场主哪里见过 这样的阵士 黑洞洞的枪口下 只能双手奉上 将自己的田地 全部送给了丽娇 而这位杀人不眨眼的 黑手党人士 轻轻松松成为 当时西西里岛 最年轻的农场主 自己的民生问题解决了 丽娇有了更大的目标 房地产 此时 在帮派中 颇有地位的丽娇 与当地官员勾结 垄断了巴拉莫省 四千多张建筑许可证 每张许可证 政府以六十里拉的价格 卖给丽娇 而丽娇转手一卖 则是三万里拉的天价 其中差价 自然由丽娇 和自己的政界朋友们 共同侵蚀 以至于当年丽娇的手下 一边抽着雪茄 一边向人吹嘘 房地产实在是太好赚了 搞房地产 一天赚的钱 比我走私香烟 一年赚的都要多 而黑手党的头目 从来不止赚钱这么简单 躲避仇杀 派系争斗 无望之灾 都是家常便饭 1963年 意大利政府 眼见黑手党日渐猖獗 于是派出专案组 抵达西西里岛 只在整顿一下社会风际 谁知 黑手党的帮派们 非常不给面子 专案组抵达的第二天 车上便被人装上了炸弹 随着一声巨响 车内火光冲天 七个活生生的专案组警员 最终只剩下了一根手指头 如此残虐 搞得意大利政府脸面全无 愤怒之下 政府派出一万人的军队 下令清查整个西西里岛 任何有犯罪嫌疑的人 都要扔进大狱 而首沾无数人命的丽娇 便是首当其冲的那一位 丽娇的对抗策略很简单 没有证据 我就是无罪 那么我就杀光 所有能够出庭作证的人 于是他在监狱中作证指挥 成立了一支14人的暗杀小组 将所有能够反水的人一一杀光 法庭无奈 只能判决立娇无罪 任由他大摇大摆地走出法庭 出狱后 立娇产生了魔鬼般的报复心理 帮派斗殴有人死亡时 他让小弟把死尸全部拖到警察局门口 作为示威和炫耀 他要亲眼看着警察 为自己一手炮制的惨案收尸 立娇还把家搬到了警察局旁边 时不时放出一些自己犯罪的假消息 然后站在阳台上 看着警察们兵荒马乱地抓捕自己 黑手党的结局 要么是中了在对家的枪口之下 要么就是被扔进铁窗含泪的大狱中 而立娇属于后者 1976年5月 立娇在得力干将的反水指正下 郎当如狱 但他在监狱中的生活 却是相当有资有味 他配有自己的私人大厨 按照口味调制专属菜品 还有人帮他提前试菜 生怕对手下毒仇杀 在监狱中 立娇还挖掘了自己的兴趣特长 创作了400多幅画作 并在1988年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 进个监狱却创造了人生第二春 真不知这属于性还是不性呢 小瓦尼被黑手岛内部称为图人魔 被恶人称之为恶人 可见其做足了杀人放火 残忍无道之事 小瓦尼在法庭上 曾经洋洋自得地说道 我至少参与过150起谋杀案 究竟杀死过多少人 我是不记得了 我曾经将尸体溶解在硫酸中 也把尸体放在烧烤架上烤过 对生命毫无敬畏之心 端着一张人皮 形式却连畜生都不如 乔瓦尼的父亲 祖父都是黑手党成员 祖孙三代 代代做着杀人越货的活 乔瓦尼五岁时 便开始频繁出入监狱 有时去探老爸的肩 有时是去探爷爷的肩 成年之后 乔瓦尼不出任何意外地 步入父辈前路 加入黑手党 许是骨子中 流淌着暴虐残忍的血液 乔瓦尼在杀人这件事情上 从来没有过惧怕 敬畏和心软 1992年 意大利一名检察官放出豪言 一定要肃清社会风际 将黑手党连根拔起 于是 黑手党内部派图人魔乔瓦尼 去干掉此人 1992年5月14号 乔瓦尼提前得知 检察官和妻子从机场返回家中 于是在他们必经的高速公路上 埋下了半吨炸药 乔瓦尼站在远处的山坡上 手持望远镜 看着检察官的车远远开来 嘴角扯出一丝冷笑 毫不犹豫地 按下了手中的遥控按钮 哄 一声巨响 高速公路瞬间坍塌 路上及时的汽车被炸飞 就连当时的地震检测仪 都检测到了这次震动 结果显然易见 检察官一家人丢了性命 一起陪葬的 还有在高速公路上 同时开车的 20多名无辜群众 乔瓦尼的另一件 丧心病狂之事 便是虐杀12岁的男童 马特奥本是乔瓦尼的同事 但他在警方的策反下 决定转做污点证人 这样的事情 在帮派内部 肯定是不被允许的 于是 乔瓦尼作为黑手套 再次被派出去解决问题 乔瓦尼抓住了 马特奥年仅12岁的儿子 把他吊在笼子里 不给他饭吃 不给他水喝 对他拳打脚踢 并用锤子砸碎他的骨头 一番折磨后 他还把孩子的惨状拍了下来 将照片寄给了马特奥 最终 乔瓦尼用绳子 将马特奥的儿子活活勒死 然后拿出硫酸 一点一点 溶解了12岁男童的尸体 这件惨案 也被意大利警方 称为黑手党历史上 最令人发指的罪行之一 在马特奥的执政下 1996年 乔瓦尼被警方逮捕 判无期徒刑 比较讽刺的是 乔瓦尼入狱后 也转作污点证人 一口咬出自己的老大 而此举 为他争取了四年的假释 2021年 乔瓦尼提前出狱 手沾无数人命的他 竟然还能活着 呼吸自由的空气 野兽就应该待在笼子里 怎能放虎回山 任其回到人类的世界呢 这不得不说到 意大利对黑手党人士 宽容的法律政策 意大利的法律规定 黑手党人员 只要肯转作警方的污点证人 便可获得大幅减刑 杀人无数的乔瓦尼 正是利用了这条 法律为自己赢得的自由 更为讽刺的是 这条法律的制定者 便是被乔瓦尼 炸死在高速公路上的 那位检察官 黑手党在意大利 是不得不提 却又不可言说的存在 他们以黑色产业起家 最终通过农业 建筑业 金融业洗白 掌握欧洲80%的毒品贸易 每年创收近1500亿欧元 占整个意大利GDP的6% 更不用说他们黑白通知 政界为他们提供便利 他们为官员保驾护航 国家掌握在这群黑白手套之间 雾霾之下 又怎能见到阳光呢 按理说 灭掉黑手党 是政府应做 且必须完成的事情 然而当秩序 被暴力所掌控 那么那些野心家们 其实根本不会关心 底层人民的死活 他们真正在意的 就是怎样蝉食他人 怎样扩大自己的领地 而真枭雄 关注的却是 时代的制高点在哪里 黑暗中 世人的希望在哪里 只有这样 丛林中的各种野兽 才能变成 秩序下的同一信徒 不幸大家拭目以待吧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